那時候大概是七月天 你知道多熱 那個幾乎碰到任何東西都燙到 你都會受不了 會長水泡的 我跟大家說我意思是清楚的 可是我那個 一腳就把那個鞋全部踢掉 我就開始在那個廣場 那個廟 大廟的廣場 就開始 狂奔 狂奔 然後中間就是燒那個精子更燙 那整個等於是加溫 我就一直繞著一隻狂奔 妳整個是有機檔 對 然後就是做一些 就是打武功的動作 那個我無法抑制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說 那個可怕到什麼程度 我幾乎不知道熱 而且不知道痛 它不是像我們這個平的地 它也不是沒有任何的 什麼水泥鋪地平的都沒有 它是碎石塊 而且走起來很痛很痛 我居然沒有穿鞋 就在那邊至少跑了半個小時 後來才停下來 真的 然後停下來之後 後來停了 我忽然發現我的腳整個是 破皮 燙傷 那時候才知道痛 可是在那半個小時 我覺得像我也算細皮 那我的女生 那個是沒辦法裝的 可是我要講說 這個我覺得是在大廟面前 可是很多時候有很多人 類似像我們體質比較敏感 都說 我都不知道來的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其實這個怎麼去分辨 所以說 不要隨便被 起鱗 或者被開天眼 那都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真正的修煉是修本尊佛 修自信佛 修自己的那個良知良能 不能藉由外在 所以在靈山靈修的人很多 就慧靈之後 因為外靈的介入 他開始操縱他的身體 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 他就練某一個功法 打坐也練動功也練進功 他被控制 一做到最後入神望我之後 他嘴巴竟然不能控制 然後就說我是你的師父濟功 可是問題不可能 濟功不會幹這種事情 可是他就這樣控制之後 控制他的手 嘴巴 手腳慢慢控制 他就不自主的靈動 所以這是外靈來介入的 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師姐 有一次我們去一個道壇 對方不知道我們有在修的人 他就要看這個人有體質 他可以附身 所以帶他去樓上的佛堂 就幾個師姐共同 他們壇裡面的師姐 就帶他就共同給他念經 然後給他暗示 要他上身就對了 變成一個靈基 結果他那時候覺得 因為我那師姐有修煉 所以他就克制他的意念 不被影響 可是他就覺得驅不動他 他就叫他好 他圍成圓圈 大家手心貼著手心 然後開始 開始唱歌 然後開始動 叫他腳跟要墊高 然後開始動 他說這時候他開始 他們把他的念力集中 要讓他上身 所以把念力都集中到他身上 這樣傳遞過來 天手掌 天手掌 他知道那靈界力量來的時候 他覺得克制不住了 所以那時候要更謹慎 他要想理由脫身 要不然這時候以附身過來 肯定是外靈上身的 這時候就會歇斯底里 就會所謂的解離 不是 這已經不是歇斯底里 就是精神分裂症的 因為這種自言自語 然後你會手舞 主導等等這些 其實我們這地方有很多個案 都是跑遍了全省的廟宇之後 最後其實那些都是已經 一個誘發音質出來了 他們會覺得靈邪上身等等 不會言其實我們會相信宗教的力量 但是如果真的是你已經發現 這個人 你們外邊人看 都覺得他很怪的時候 請趕快尋求正規的醫療 那是不是需要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 或者是體質 或者是身體狀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可能不信邪 我就不覺得這個對我會有用 我也不覺得什麼會上我的身 我就是不覺得 會不會我就是沒有那種體質 或是沒有那種東西 這種東西就會離我很遠 我們現場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這個是紫水晶的水晶靈擺 當然水晶本身它有它的能量 通常比較有能夠接受暗示 或者是說你比較不TK的那種人 當你握著他 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會開始大幅度的旋轉 那比較沒有辦法接受暗示 比較TK的人 他可能就動也不動 因為你連跟他都連不上 你還連到外面去 這東西有那麼準 對 非常的準確 那可以倩琳做個小小聲 你只要拿著他心裡默念 然後安靜 他就會自然的敗動 你要試TK的人 對 那如果你都不會動 就代表你就是一個TK的人 我都帶來這個啦 這也是 這個在家做DIY占卜很有趣 你是我要自己手裡拿嗎 對 你自己手裡拿著 那你就 你就告訴他說你叫周倩琳 那我現在想請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我跟劉德華該不該在一起 舉例來講 我不需要講給各位聽我的問題 不要說 你要集中意念 你要集中意念 他手這樣對嗎 手不是要放 好 手待會就放開 然後我現在在問我想的問題 他自己就開始放 對 他會動 你不要管他 你就要讓他動 我讓他停的啊 就是要讓他動啊 他自己會動 你放鬆 然後意念集中你不要管我們 對 他你要動 何時我的真命天子才會出現 你發現他有在小小的往右邊轉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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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好帶到大小的往右邊轉動 你不要隨便 我別隨便 你快點 你快點 你快點